大家好,我是火哥 现在我在四川绵阳的酱油市 在老药的辣椒面加工做法里头 前段时间老药找到我 他现在在煮传统的海椒面 看我来看了 我看了出来 确实用传统的工艺 也训练好的海椒厨 所以说当时我就决定 今天就是我们香肠辣肉的海椒面 还就是我们以后 我们火焰厨红油的海椒面 就全部在老药这边订出了 顺便今天也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老药海椒面是咋处出来的 现在有说老药和他们妈的正在 就是加工过程中 老药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老药 现在就是我们四川在我这边订了 有一千斤海椒面 现在这些时间就是 所以说加班加点的在煮 白天一直在煮 然后晚上我也在煮 这边是煮红油的海椒面吗 这个是煮红油的海椒面 因为那个三百斤煮香肠的 我已经弄好了 这个是粗的 说是这个彩火灶炒出来的 似乎一样 巴士 这个是粘 他妈也说正在炒 这个炒的是二斤条 这个炒的是二斤条 这个一锅要炒好久呢 炒二十多分钟 二十多分钟 这个就有点沉沉的 这边是彩火 这个火开得好小 小点的 这个火大得要浮 火大得浮了 这个柴火炒出来确实不一样 虽然慢一点 这个是炒 这个是你头一个炒好的炒铁条 这个炒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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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看 每一个都要打到这种 也就碎了 这个牙都脆了 很难了 然后又说在各个队瓦里头 把它装出来 你这个一队瓦是好行的 装到 我一加满的话 是五斤多 接近六斤 加满的话 装那刀好了哈 你算过没有 装好的哈 要装三百多哈 三百多哈 三百多哈 你这个棒棒也好重 四斤的 底下折托 是 底下是个铁蛋子 底下折托是九斤 然后加棒棒的 可能四斤多 哦 对了 对了 前段时间 手感还有点 这个时候手感也不足了 我来搞哈 你来搞哈 我来搞哈 你拿着嘛 你帮我拿着 我帮你拿着 拿着我来搞哈 我来吃 整一盒水还要整 这个东西剪黑 剪黑吗 剪黑 当剪三方一样 我面也不剪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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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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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这个地方呢 空间比较大 他这个地方原来是学习嘛 宽 炸子方面也没得好多价值人家的 说实话老杨 就是我出来哈 你说海鸟麦这东西不稀奇 嗯 但是深圳的 好的海鸟麦哈 是不容易买过的 是 外头有的外货太多了 对 我以后有地方摆到欧门了 他说他买的海鸟麦才九块钱 我觉得他说的现在是 炒鸟麦 你买成十六块 是不是 十六块八 十六块八 哪块还要除皮 还要去那些 那些 那些 还要喝水 二斤条大概是 十几块 大概是 十二块五 十二块五 但是你拿回来的全部是更货吧 二斤条 三四十 二斤条提的又多 嗯 二斤条就是撇的 撇的多的多 就是他外头买的 这些 啥子 就是 几块十多块钱 那些海鸟麦 简直说 百分之多的 家伙 是吗 你买海鸟都不是那点钱 而且我说实际话 就是有这种 这种鸟麦 收工种出来的 它就更少了 因为就是 收工过的 就是机器里有个水滩 就是 收工的 你可以随时在控制 就是 常出息啊 而且我说这个东西 收工种出来 它有一种轻轻化的 是不是 是的 一定是说 海椒拿着你就回家 是不是 不是 其实我觉得 就是一个好的食材 和下工工艺 真的 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 煮出来 就好像有些人 买坨猪肉回家 以后 有些人炒出来 就好吃 有些人炒出来 就不好吃 所以这一次就是 我觉得老腰就是下工工 煮海鸟麦 是很好的 那么以后 只要是老腰能保证质量 是不是 那么我们的 就是火焰的 红油 用的海椒麦 还有就是我们乡达老人的海椒麦 那么肯定是在老腰段前 来采购的 还有一个就是老腰吃的 就是因为 他现在就下成这块 不是很粗 那么以后就是 他的海椒麦也想在 就是我们火焰来看家 这个事情也是 我也是同意了的 但是前提就是 一定要保证质量 老腰你给大家保证一个 你的海椒麦 就是说 我的手工海椒麦 就是说 你们拿回去过后 如果就说 发现不是的 手工 或者是机子打的 或者是 甚至有骗海椒的 行吗 如果是有这种情况 好吗 不香 不辣 不好吃 到时候 大家也就是说 可以来找 我也就是说 挂到我们吃手的平台上 因为他这个平台 我现在就是很 那个 还挂不起 就是说 我不可能打他的招牌 对我们师傅帮我招牌 不能对我们师傅帮我招牌 我觉得 好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弄好 既然是传统 那就传统到地 好 好 那你自己说一个 老腰的海椒麦 巴士的板 老腰的海椒麦 巴士的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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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